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被股票弄的 我们要求严惩松井一柱 为老人家套还血债 我已经发了通缉令 追捕松井一柱 但是很遗憾 只说他已经潜逃了 为什么他在的时候不抓他呢 因为 我没接到命令 天宝 封上 是 封上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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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一个人像是武子 在哪里 已经走了 这么说 武子确实是在尽道 已经在这里混了好几天了 老虎下山了 既然下了山 那他就不是老虎了 尘尘建言 封锁各个交通要道和关卡 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 好 武子 好好在牢山待着 千万不要随便下山 有紧急的事情 我会派人到华音寺去找你 放心吧 以后千万不能再让卢小姐冒这种险了 给咱老爷们丢人 别贫嘴了 快走吧 走啦大哥 走啦 我真羡慕武子 能拉起一支队伍 真刀真枪的 跟日本人干 早晚有一天 咱们会跟他一样的 我当山待王 你当压寨夫人 怎么回事啊 登登 来 好 我们来干一杯 祝贺你远征魔鬼岛 凯旋而归 不仅抓到了妖怪 而且学会了变戏法 你猜我还能变什么 还变 那就变个大活人吧 对啊 我就是想变大活人 给你变个小宝宝 好 其实在松景家 一看到春昊 我就有了这个心思 你想 要是有这么一个儿子 就是让我沿街乞讨 我都愿意 咱们生个儿子好不好 来 等我破解了密码 我就娶你 真的 上道山 下火海我都娶你 为什么 因为我怕了 那天送你去松景家 你一进门 我就后悔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慌过 腿肚子直发软 是我心里冒汗 心在嗓子眼里跳 我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害怕 我在德国人的侥幸架上 也没有怕过 可那天 我真的怕了 会不会是 别怕 他们没有把柄 是你呀 你来了 哥 谢谢你救了他 我救卢小姐 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让卢先生把赛马卖给我 明天我会把钱送到卢公馆 魔鬼 一半是魔鬼 另一半说不定是夜行侠呢 你说他就是那个夜行侠 在青岛能继承夜行侠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他 你太抬举他了吧 你太小看他了 让卢先生成全他吧 再来 来 来 排断 航外航外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了 鸽腾汤来了 小妹啊 你不仅可以开茶馆了 还可以开餐馆了 我哥可不轻易夸奖人啊 在这方面他向来很吝啬 我可不吝啬啊 如果有人给我做清汤穿丸子 我不但夸他 还奉着他 你鼻子够尖呢 闻到五四味了吧 真是没有想到 全国的民众反应得这么快 北京 上海 武汉 天津 启南 几个大城市 全都发动抗议行动了 现在全国民众 都为我们青岛呐喊 我们能按兵不动吗 当然要动 你听我哥说嘛 青岛问题已经被推到 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了 这块土地 能不能回到中国的版图 就要靠我们去争斗 我们要分三步 首先召开全市工商界联合会 发动示威游行 一会儿啊 你就负责商界和学界 我就负责工厂 码头 从明天起 我们要来一个全县出镜 那我干什么 你就回家老老实实地待着 安安静静地破解那个密码 因为民众如果发动起来 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呢 唉 我又得回家 总能板凳了 万火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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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是日本宪兵 是来抓你的 你先躲一躲吧 从地道走 一会儿我去出口接你 别怕 宋爷抓了我 就像捧了个刺猬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碧辉 你带小妹从地道折走 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 明天的大会一定要准时开 哥 你想让宋爷把我们一窝端吗 快走 快 快点 走吧 给王爷起安 快请起 快快请起 都是大清的孤魂野鬼 何必行此大礼呢 如此兴师动众的 莫非出了什么大事 王爷 北京闹起来了 又革命了 这回可不是革大清的命 王爷 是革日本人的命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那我就不明白了 革日本人的命 你们怎么那么高兴啊 你们不是喜欢日本人 像喜欢清爹似的吗 日本人要走了 这回青岛是要归中国人管了 哦 中国人管 那好啊 王爷 难道您就不动心 我动什么心啊 我现在是心如枯井 王爷 青岛要是被北洋政府收过去了 咱们可就没有呆的地儿了 咱何不趁此机会跟日本人把青岛挑来 有了这块地盘 咱们东山再起 匡扶大清 就有了发祥地 不错 好主意 你们就向北洋政府递折子吧 还等什么呀 王爷 为了匡扶大清 这次我们请您出身 我们愿在您的旗下 叫全马之劳 哎哟 我能有这么大的面子啊 有啊 当然有 咱们把青岛变成独立王国 王爷您就是那至高无上的国王 我就是有这个面子 也没有这个闲心哪 你们哪 说轻点是完明不化 说重点就是无耻之忧 子辛亥以后 大清父王 民国崛起 前朝臣子 逢不救梦 那已是在清理之中啊 我也和你们一样 也曾经痴迷过 这历史毕竟不可逆转 闹过了 明白了 也就消停了 现在 全国的人人治世 为青岛的回归 担经节律 有的人甚至以身家性命相抵 抛头撒血 潜伏后绩 真可谓 代表四万万之民意 代身四万万之民权 是我秧阳中华 国魂犹在 人心不倒 你们这些医老啊 逆历史潮流而动 来换得易于偏安 难道你们想在曹汝林 张宗祥后面 假写成你们的名字吗 好了 风女 送客 将军 不好了 刘兵汇 带着一帮人在大马路静坐侍卫 他们要求 要求释放陆金服 想的美啊 哈哈 他们说了 一天不释放 就 净坐一天 一个月不释放 就 净 净坐一个月啊 离开带神兵队 驱散他们 驱 驱 驱散不了 人太多了 除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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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 封锁现场 切断交通 尽管枪 准备 光靠集会啊 这日本人是不会抵抖的 必须得给他们弄点荤菜吃吃 一号码头刚来的一条日本船 装的是日本军装什么的 还没有卸货呢 来的正是时候 赶快派人去趟劳山 好 你给我站住 小贼 把我媳妇还给我 谁证明这是你媳妇啊 嘿 你们说说 这是谁媳妇啊 我们老大媳妇 我们老大媳妇 谁媳妇 我们老大媳妇 干什么 干什么 呦 呦 厂长子 您正好来了 您给评评理 这小子抢我媳妇 你说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评理就评理 谁怕谁啊 有理走遍天下 嘿 你有理 你有个屁 你抢我媳妇 你跟我有多奇之汗 你媳妇 这娘们是我名为正娶的 我告诉你 你勾引我媳妇 你还倒打一耙你 哎 小的 干什么 三公半夜 找鬼啊 宪兵队的 闹什么鬼呢 把电话给我拿过来 哎 哎 先兵队吧 我找天保上尉 天保上尉啊 我是 走 远方亲戚 脑子有毛病啊 这 一到晚上啊 就跑出来冒充先兵队 给人家打电话 还真撞这鬼啊 赶紧把他弄走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给你带绿帽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告诉你 你活该 喂 绿帽子 绿帽子是什么这是 我给你解释解释 绿帽子啊 是一种名分 在古代啊 我们这儿有一个 哎 有一个潘金莲 还有一个西门庆 啊 这个潘金莲 跟西门庆的关系 我会也这么明白 我给你另外几个例子 啊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是挨家挨户的搜 他们就是藏进老鼠洞里 你要把他们给我抠出来 将军 怎么了 一号码头的军事船被烧了 船上装载着十万套下级军装 我们的士兵得穿着棉衣装下去了 别死 不管是谁干的都是冲着卢敬夫的事来的 国际考察团行程在即 息事宁人罢 放在卢敬夫 我们就等于在中国人面前低头写罪 内阁和军部都来电说 卢敬夫是孙中山的特派员 国际考察团指名道姓要在青岛会见他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看青岛的左侍兄弟赛马呢 你弄的那张照片让他们名阳四海了 卢敬夫和周天一役 这两个心腹大患不除 我们永无明日 等我们把国际观察团那是应付国际 再收拾他们 放心吧 宋叶将军 我绝不会让他们如此逍遥 哥 碧辉啊 听说你的演讲气壮伤痕 为四万万人代言 天爷 谢谢你的声东击西 唯唯旧诏 略是小技 不足挂齿 以后我们的策略要改动一下 让他们防不胜防 天一啊 你就不要再参加公开的活动了 我也去安安静静地 研究你的八卦 跟你们相比啊 我是太寂寞了 碧辉啊 游行示威暂时告一段落 不能跟他们应聘 在策略上 我们要调整一下 好 如果全市大罢工 码头肯定是重中之重 你们要多跟工友们串联串联 让大家做好准备 陆先生 您放心 工友们都恨死日本人了 只要你一声令下 咱立刻让码头疼坏 宋野将军 您找我啊 从现在开始 你什么事也不要干 你给我死死盯着昨天一 我 记住 任何人都不能跟他接触 好 他走到哪儿 你跟到哪儿 是 耳朵给我竖起来 好好听着他的小声 一旦他吹起欢快的曲子 就立刻向我汇报 是 天亮 你 宋野将军 我是来告辞的 我要走了 去哪儿 去上海 为什么 在青岛 没有我的用武之地 既没有好的赛马 也不被人重视 马上就要赛马了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带着我的马匹 去上海闯荡闯荡 而且 上海跑马场的老板 已经向我发出了邀请 天亮啊 你怎么突然会产生 这种想法 没办法 我要自救 我现在在这儿 连那个矮胖子都不如 谁说的 他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开窑子的 他居然都配枪 你想要枪 我们要是有了枪 我们可以组织一个武装的马队 有赛马的时候可以比赛 平时可以巡逻 帮助帝国政府维持当地的治安 这总比那个矮胖子好使 这样吧 再等几天 等尤比光位将军回来 我跟他商认一下 好 你笑什么 笑你 越来越像家庭主妇呢 去你的 快点猜你的密码吧 那不是猜 是破解 我有预感 今天晚上一定能把密码 预感不能说 说出来就不灵了 好 从瑞士银行 拿出那笔钱 需要两样东西 一是印章 二是密码 四爷只给我一个密码的提示 这就是说密码 不是用来取钱的 而是开保险柜的 而开保险柜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输入错误的话 保险柜就会自动报警 所以我们要百分之百的准确 我有种预感 密码就存在于这个九宫阁 和这个八卦图的内在某种关系中 按照中国的读写顺序 这个九宫阁 可以有两种组合 按照西方的读写顺序 这个九宫阁 同样可以 有两种组合 不对不对 这完全不合乎规律 哈四爷绝不会做这种蠢事 真正的密码 既要出人意料 又要合乎某种规律 你必须找到这种规律 你说的轻巧 你来破解吧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该多嘴多舌 不过你说的也对 得找出某种规律 怎么找出这种规律呢 四爷为什么不说的明白一点 或者直接塞个纸条给我呢 有五子在的话 说不定他能想出什么鬼点子来 启发你 碧桐 你先回去吧 你在这儿我不能安静 你怎么这么脆弱 我现在是很脆弱 我一个人要安安静静地破解出来 你先回去 明天早晨再来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 放心吧 如果我破解出来 我第一个告诉你 如果破解出来 还要干什么来着 回去吧 等我的好消息 你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 只要他一吹欢喜的调子 就有戏了 好 来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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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定位 山泽通气 雷锋相搏 水火不相依 一流 对 不对 不对 不对啊 一正 一反 一顺一腻 哈四爷不可能这样弄啊 天行殿 君子以此强武器 你真正要学的 是里边的儒家文化思想 周易 是儒家的群经之史 这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大百科全书 对 对 地出狐阵 齐狐 训 相见狐离 至义狐鲲 月言狐对 战狐浅 狼狐砍 你以为老沈 尝尹 是 enc见狐狐7的尿事 是大的医疚 деся 虽然是大老口。 万万般的类子 以允清 fik 对 前 砍 跟 34927618 34927618 四爷 你的书我终于看懂了 他喜欢吹消 喜怒哀乐 都在消声中表达 快去快去 报告宋爷将来 报告将军 报告什么 笨蛋 就说左天衣春宵了 好 您去掺住他 我接应大哥 这是什么 对 我接着 因为 我接着 我接着 是 是 快去 快去 老板 省省好 好几天没吃饭都饿死了 一块两块不嫌多 一毛两毛不嫌少 滚蛋 耍物来耍到老子头上了 滚蛋 你不省好也不要骂人 老板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陈管家为什么跟着我 奉松野将军的命令跟踪你 对了 你是犬子辈的 忘了 你少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 今天你是掏不掉的 好 都算了吧 这个人是日本人的疯狗 小心被他咬着 吃草鱼 干什么一个疯狗 来来 既然这样 来来来 来我家 跟我喝一杯 来 来来来来 我正愁啊 没人做伴的 来坐这儿 我给你讲一个狗的故事 我给你讲一个狗的故事 我不听 你少来这一套 那好 我跟你说一句做人之道 善不计不足以成名 恶不计不足以灭身 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你 昨天一啊 你又闹出动静了 你这条狗很疯狂啊 将军 他刚才确实吹消了 欢喜着呢 嗯 明白了 哦 哦 多天一 你住在这里太危险 闹得多人要射都不安宁 还是换个地方住吧 啊 怎么回事 我不可以吹消吗 嗯 可以吹 我费极心思 等的就是 这一天 你的小生把你出卖了 你们不是要跟我生平吗 我是在为你们粉饰太平呢 你的小生 透露了你心中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这还需要问吗 当然得问 否则 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去做你的牢房呢 嗯 这是什么 你说呢 哦 你把 破解出来的密码 烧掉了 我烧纸也不行啊 你做的很精细啊 宋也先生 你就是靠瞎猜来当宪兵司令的吗 一堆指挥 一只曲子 这就是你抓人的证据 你做了那么多的答案 我为什么不抓你 就是为了让你破译密码 反正你是要抓人 找什么借口都可以 这次你不交出密码 我绝不会再放你 我已经看透你了 我给你密码 你也不会放过我 你已经被密码搞疯了 你最后的结局 就是变成疯子 不是陈管家突然开一枪 我和我大哥早就接上头了 他肯定是破解了密码 要送给我们 陈管家这个王八蛋 我非宰了他不可 碧慧啊 你不要太难过了 宋也要的是密码 只要天一一口咬定 不把密码交出来 他应该暂时没有危险 那宋也万一 恼羞成怒呢 五子 你立刻回牢山 召集兄弟 做好准备 好 要赶快把天一被捕的消息 在报纸上捅出去 借助舆论的压力啊 我这就去 不好了 抓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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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走天一 如果你能把铺马场那笔巨款交出来 我可以另外涉案追究五子 嗯 而你 我可以弄一个铁身在铺马场枪毙掉 然后送你去日本跟秋子一起生活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 我很喜欢秋子 我也很向往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 不会把钱的秘密 告诉你 因为我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也不会告诉你 因为那些钱是中国人的钱 为什么哈四爷 宁死都不交出那笔钱 因为我和他都懂得这个骑马的道理 真正的中国人 是不会被你的屠刀所吓到的 哈四爷有这个骨气 我也有 即使是秋子在这里 他也不希望 我做个数典忘祖 贪生怕死的人 所以 你别煞费苦心 往杀一个替身了 我希望你枪毙的就是我 因为这样我会死得起死我 还有一个办法 绑架日本人 日本三菱银行的行长 还有部头诸事会社的社长 都是日本在青岛有头有脸的人物 帮了他们交换我大哥 对啊对啊可以啊 实在不行就硬碰硬 劫狱 我先救起一帮弟兄 视为游行 到了监狱门口的时候冲进去 把我大哥救出来 不行不行 这都是下下策 宋爷本来就想大开杀计 你这样劫狱 他就可以堂而皇追的架起机关枪 肆意屠杀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想看令我大哥死 吓吓吓 小妹 我们走 跟这帮酸锈在 没得说 吓吓 吓吓 别回啊 哥 他们两个究竟干什么去了 宋爷明天就要枪毙天翼了 天翼不能死 不至于吧 来 坐 哥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把天翼救出来 如果宋爷真要枪毙天翼 那谁也没有办法 报纸挡不住子弹 我敢断定 宋爷已经做好了一切防范准备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 不过我有一种直觉 宋爷不会这么轻易地 处死天翼的 因为天翼对于他还有利用价值 你的意思是 我怀疑这是个阴谋 是个吊虎离山之计 目的是要引伍子上钩 伍子他们已经做好 检发厂的准备 要尽快统治他们 千万不要鲁莽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如果五子给他们抓住了 天翼就真的没命了 宋爷将军 你父亲断的这把刀 很合我的意 你觉得第一个把子该是谁 您教我爱就是为了说这个 天亮先生 我考虑过了同意你的提议 明天就发给你抢 谢谢将军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明天你要替我枪毙一个人 谁 狗天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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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